红的粉的公园里杜鹃花盛开 吸引民众来拍照 但厚厚的云层不时飘雨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周六北台湾的天气仍然不稳定 尤其是北部 就是白天都还是会比较容易有下雨的情形 那这样子的状况要等到明天跟后天的白天 才会比较缓和下来 而且温度上面会回升 北部地区的话大概是25到27度左右 这是高温的部分 那中南部的话 甚至可以来得更高 大概在28到30度左右 周日周一气温明显回升 全台都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但东一可别急着收 下周二封面通过全台犹豫 紧接着大陆冷气团报道 温度下探11度 这波大陆冷气团来的最低温的话 刚才提到 就是在星期四的清晨的话 中部以北地区大概是在11到13度左右 那南部地区大概在13 14 那花东地区的话大概14到15 好消息是这波冷气团带来的是干冷空气 不用再湿答答 但中南部白天高温可以回升25到27度 更要注意日夜温差大 预估得到下周五白天气温才会逐渐回升 春天天气炸暖还寒 民众得多多注意天气变化 大学黄金庭克信至台北报道 周末假期